新一轮成品油价格,调整于今天24时开启,本次成品油价格大幅下调。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,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, 自2018年11月16日24时期,国内器材油价格标准品,下图每吨分别价低510元和490元。 调整后,各省区、市和中心城市器材油最高零售价格见副表, 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。 中石油、中石化、中海油三大公司,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域, 确保市场稳定供应,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。 各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, 年绿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,维护正常市场秩序, 消费者可通过12358价格监管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。 我们正密切跟宗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运行情况, 结合国内外质油市场形势变化, 进一步予以研究完善。 富,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器,才有最高零售价格啊, 国际油价,半轮调价周期内, 主要产由国原油产量的不断攀升, 日市场,对原油需求端的普遍担忧等, 成为国际油价持续走跌的重要因素。 13日国际油价大幅跳水, 纽约清智原油期货, 伦多尔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局暴跌约7%, 其中纽约油价已连续12个将一日下跌。 近期,全球三道产由国美国、俄罗斯、 沙特的原油产量上升, 令国际油价重压下行。 11月7日美国能源信息局公布的数据显示, 前一周美国原油日均产量达到1160万桶, 远超市场预期。 有数据显示, 10月份俄罗斯及沙特原油日均产量, 分别高达1140万桶与1067万桶。 均创下今年来的新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 AO